有电影不心慌,我是慌哥 话说岩石森林里,男人妖子被打穿 身受重伤,躺在地上,眼神里充满杀气 因为杀手正在追杀他的儿子,他必须尽快反击 他拿出一颗子弹塞进喷子,缓慢起身,环顾四周 发现杀手,喷子在手中旋转360度上膛 一个极限甩喷,干掉杀手,完美救下儿子 他叫社会王,是个顶级杀手,为人机智果敢 是黑帮大哥,蒂中海的得力手下 为蒂中海效力30年,杀了不少人 对蒂中海言听计从 曾经为了维护蒂中海的利益,杀了亲唐哥 由于他杀气太重,妻子带着儿子平头哥和他离婚 平头哥长大后,非常讨厌他 家庭的破裂,让他开始怀疑自己 逐渐失去战斗力,沦落成罪鬼 每天在蒂中海手下混吃混喝 而蒂中海也重情重义,根本不嫌弃他 每天给他钱花 这让他以为自己能这样颓废结束一生时 麻烦出了线 他突然接到朋友电话,有人要杀他儿子平头哥 他一听瞬间怒火攻心,拿出一把手枪来到平头哥家里 恰好看到杀手拿枪瞄准了平头哥 他瞬间开枪干掉杀手,成功救下平头哥 但当他看清杀手真面目之后 当即傻了眼,杀手竟然是大哥蒂中海的亲生儿子小废柴 他问平头哥发生了啥事 平头哥只能说出整件事情的经过 原来小废柴一直在亲爹蒂中海的保护下 属于吃穿不愁,干啥啥不行的废物 俗话说的好,废物不可怕 可怕的是废物有想法 小废柴想证明自己的实力 找来哥伦比亚毒贩玄民二老和地中海合作 帮地中海扩大生意版图 地中海压根不同意 他虽然是黑帮大哥 但只做比较正常的买卖 卖毒品这种生意伤天害理 他从来不做 小废柴一看亲爹不同意 心里着了急 因为他收了玄民二老的定金 果然当天晚上 玄民二老来到小废柴家里 强迫小废柴交出定金 小废柴也很淘气 抬手给玄民二老100亿名币 掏出手枪 玄民老大毕竟内功身后 瞎子跑出房间 小废柴追上去一枪 结果玄民老大 这一幕恰好被平头哥看到 还被黑人小孩小明拍了视频 平头哥赶忙让小明逃跑 小明借助天生黑色皮肤 潜伏在黑夜里瞬间消失 而平头哥却逃步掉 被小废柴发现 小废柴一肘子砸碎玻璃 拿枪顶在平头哥头上 要带平头哥进房间 平头哥一看进屋就得被杀 趁机偷袭 用门夹住小废柴的头 开了急走跑进房间 一个飞扑干翻小废柴的小弟 摁着小弟腰子一顿猛怼 小弟彻底报废 他站起身闪现跑出房间 一路灵活走位 躲过追击 成功回到家里 拨通妻子电话 让妻子留在娘家 千万别回家 但平头哥在逃跑时 钱包掉在了地上 被小废柴捡到 小废柴按照居住地址 带着小弟来到平头哥家里 抬枪要杀平头哥 恰好被射皇看到 一枪崩了小废柴 射皇听完整个事件的经过 知道这次麻烦大了 因为小废柴是低中海的独生子 低中海耗尽一头秀发 才生了这一个儿子 如果再生个二胎 看低中海的发量 估计有难度 如今小废柴被杀 低中海肯定会召集所有手下 来追杀射皇和平头哥 而射皇和低中海是好友 想打友情牌 保一下儿子平头哥 他拨通黑帮大哥 低中海的电话 告诉低中海 你儿子凉了 是我杀的 低中海一听 心疼到莫不作声 他想让低中海杀了他 饶他儿子平头哥一命 低中海根本不同意 当即告诉他 自己要追杀他和平头哥 让他也彻底断后 谈判彻底失败 他只能拿起手枪 准备保护平头哥走人 不料平头哥却不听他的话 还把他赶出家门 叫来警察 让警察处理这件事情 警察来了之后 二话不说 把平头哥摁在墙上 戴上银手镯 塞进车里 一脚地板游上了高速 他跟在警察后面 不停观察四周 发现后面有低中海的手下 在给警察指路 他瞬间意识到 这不是去警局的路 低中海买通警察 要杀了平头哥 他一脚地板游 车速飘到180 凤狂撞击警车 警车瞬间飞上天 摔成渣渣 他冲上去 抄起板砖 砸碎车玻璃 救出平头哥 两个警察钻出警车 对他疯狂扫射 平头哥抬枪就要攻击警察 他瞬间拦下平头哥 抬手一枪杀了警察 这可忍怒了平头哥 说他抢人头 他告诉平头哥 他这样做 是为了不让平头哥坐牢 平头哥这才明白了 他的良苦用心 他带着平头哥 跑进地铁站 故意放慢脚步 躲过警察 平头哥趁机和他分道扬镳 不想和他一起逃跑 不料地中海的两个杀手出现 一个杀手闪现凸脸 砂锅大的拳头 凤狂怼他的腰子 他抱着杀手冲进厕所 开始相互输出 但他年龄太大 战斗力有些下降 被杀手摁在地上 浮狂摩擦 承受了几十万吨物理伤害 而杀手皮是耐造 很扛揍 物理输出 根本打不动 无奈之下 他启动魔法攻击 说杀手的媳妇 给杀手戴了绿帽子 追求杀手受到魔法伤害后 陷入狂暴 彻底失了痣 他趁机拿起毛巾 闪现绕后 锁住杀手的猴 腰子猛一用力 彻底让杀手没了气 随即他走进地铁 和儿子平头哥会了河 安定的生活环境 他的话让平头哥很感动 平头哥走后 他主动找到地中海 和地中海进行第二次谈判 想让地中海高抬贵手 用他的命换儿子平头哥的命 但地中海此时 已经成了复仇机器 告诉他 自己已经让手下 把玄民二老的尸体 装进了平头哥的车里 把杀人的罪名 嫁祸给了平头哥 并满通局长 让平头哥背上杀警察的黑锅 就是要杀了平头哥 让他绝后 而且地中海 安排了一群杀手 在见面的地方 也要杀了他 他一看事情不对 立刻起身 跟着一个小弟凤凰输出 跑到大街上 捡起一张门票 进入体育场 借助人群 摆脱身后追杀他的小弟 再次找到儿子平头哥 让平头哥离开城市 带着家人去以前度假的小屋 平头哥却很争气 让大舅子 带着妻子和女儿先走 自己则陪着他一起 和地中海硬杠 他告诉平头哥 现在事情很复杂 警察也在通缉平头哥 说是平头哥杀了玄民二老 平头哥一看 自己背了黑锅 说黑人小孩小明 在现场拍了视频 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当即和平头哥 来到小明家里 不料小明太淘气 出去玩还没回家 而他和平头哥的出现 引起了居民的怀疑 居民打电话 叫来警察 包围整栋公寓楼 到处搜查他和平头哥 更可怕的是 地中海雇佣的顶级杀手 小鲁蛋也出了线 杀掉看门警察 进入大楼 切断大楼电源 用黑色皮肤潜入黑暗 对他展开了追杀 他带着平头哥冲进楼道 刚走两步 就和小鲁蛋见了面 他立刻让平头哥逃跑 故意嘲讽小鲁蛋 说小鲁蛋兔头反光 小鲁蛋一听 立刻对他展开了追杀 他一个闪现跳下楼 进入一个房间 不料小鲁蛋速度很快 也追了上来 他一把打飞小鲁蛋手枪 和小鲁蛋开始入魔战 抛着小鲁蛋的兔头 摁在烧红的铁板上 小鲁蛋瞬间成了铁板鲁蛋 腾腾直叫 战斗力迅速飙升 为人他疯狂输出 眼看就要出大事 关键时刻 平头哥闪现绕后 捡起手枪控制小鲁蛋 不料一群警察出现 包围了他们 小鲁蛋趁他不注意 捡起手枪 打飞警察还要攻击他 他带着平头哥再次跳楼 完美逃跑 来到叔叔家里 叔叔帮他智商之后 告诉他不要祸害平头哥 并把他杀掉亲堂哥的事情 告诉了平头哥 平头哥一听 对他再次充满厌恶 仨子走了人 找到了妻子和女儿 他看着儿子平头哥离开 心里很难受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摆平地中海和警察 还平头哥一个清白 他打电话 告诉黑帮大哥地中海 今晚要去杀地中海 地中海当即召集手下 要埋伏他 但为时已晚 他冲进地中海老巢 一枪蹦了看门保镖 一路势不可挡 连杀三个保镖 转身拿枪瞄准另一个保镖 保镖认从当即扔下枪投降 他却没放过保镖 让保镖帮他开门 结果保镖被打成筛子 当场为了气 他冲进房间 要和地中海的贴身保镖决战 贴身保镖很聪明 躲在墙后面 想要偷袭他 他通过玻璃反光 看到保镖位置 对着墙壁连开三枪 贴身保镖当场为气 不得不说 贴身保镖死得不亏 因为这墙是豆腐渣工程 他冲进办公室 发现地中海已经从后门逃跑 他立刻追上去 跟着地中海头顶的反光 迅速确定地中海位置 一枪打穿地中海腰子 地中海捂着腰子想逃跑 他劝地中海停下来 和他谈谈 只要地中海放弃猎杀平头哥 就能饶地中海一命 但地中海不听 他只能一枪打穿地中海心脏 来到地中海面前 把地中海抱在怀里 看着地中海死亡 此时他内心十分清楚 当年是地中海一手培养他 给了他一切 没想到最后他和地中海 反目成仇 杀了地中海 结果地中海后 他来到祖传老屋 想看看两个孙女 儿子平头哥却要赶走他 说他不配看孙女 他可怜巴巴地 看着儿子心中百味交集 这时儿媳妇出来 和他见了面 邀请他到屋里 并向两个女儿介绍他 他看着两个可爱孙女 心里很开心 觉得自己做的一切很值 然而平头哥仍旧埋怨他 带着妻子和女儿 来到湖边喂鸭子 他眼中充满父爱 看着平头哥一家 不了杀手小鲁蛋出现 一枪把他打伤 穿过丛林 要去杀平头哥一家 他一看小鲁蛋那么凶残 拿出喷子 撞满子弹 冲进森林 开始和小鲁蛋钢枪 一枪打断小鲁蛋胳膊 小鲁蛋也是不穷 转身凤凰输出 打穿他的腰子 他瞬间倒地 彻底失去战斗力 与此同时 儿子平头哥听到枪声 让妻子带着女儿 躲在石头后面 平头哥拿着枪 进入森林 和小鲁蛋见了面 小鲁蛋毕竟是顶级杀手 战斗力时足够着平头哥 一阵急火 平头哥被压制的 抬不起头 只能盲射反击 一缩子子弹打完 只打了个寂寞 而小鲁蛋却趁机绕后 从背后瞄准了 平头哥的头 眼看平头哥就要没气 社皇一看 儿子有难 不顾腰子疼 掏出一颗子弹 塞进喷子里 爆发全身战斗力 喷子在手中旋转 瞬间甩出子弹 干掉小鲁蛋 由于这枪凝聚了 他所有精力 他当即倒地没了气 而在厌弃之前 他手里拿出一张纸 这张纸上 写的都是地中海的罪状 可以帮儿子平头哥 戴罪立功 平头哥看着他 心中满是愧疚 后悔以前 没对他好一点 这时正义警长 带着人出现 包围了整个现场 并没有逮捕平头哥 原来黑人小孩小明 把小废柴杀人的视频 交给了正义警长 证明了平头哥的清白 就这样平头哥 经历一段凶险后 成功转危为安 只是整个过程 有点费跌 从此平头哥带着全家人 过上了无法描述的 快乐生活 全局中 做人不要太任性 不然的话会坑爹 这部电影里 地中海的儿子小废柴 因为任性 想证明实力 结果把亲爹彻底坑死 而平头哥也是 一直埋怨亲爹 直到亲爹没了气 他才有些后悔 但人都没了 后悔一点用也没有 好了 今天电影倒就结束了 记得评论点赞收藏 关注大黄电影哦 我们下期再见